电子纸供应商源泰在Touch Taiwan 展出全系列彩色电子纸 董事长李正浩表示 从电子货架标签 数位看板等各项应用都已经彩色化 目前彩色电子纸的营收比重大约七成 乐观看待电子书阅读器 会在未来几年快速走向彩色化 李正浩表示 刚初彩色电子纸的时候也被消费者嫌 但这几年技术有了持续进步 有彩色一定会用彩色 阅读器迟早会全部转为彩色 不过电子书阅读器要做彩色比较复杂 今年景气比较差 影响客户导入新产品的意愿 此外书籍内容阅读器的软体都要在优化 复杂度挺高还需要一些时间